好 那更不要講說買法拍屋 我們這幾天連續 每一天每一天關注法拍屋 從來沒有一個像 艷麗接下來告訴我們這個苦主 這麼苦 為什麼 買下這個房子 我的天啊 幾百萬買到了一個廢墟 給你卡不卡 還給我怪手來倒卡 儲才送給你 居然還有用八噸的水 給你伺候 給你包圍 倒不定水淹金三四個 對 像你有看過 阿甘正傳這部電影嗎 對 裡頭有一部經典的名言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 你永遠不知道你拿到的 會是什麼樣的口味 對 那麼買法拍屋的情況 也類似 道理也一樣 你永遠不知道點膠的那一刻 你會遇到屋子 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沒有啦 沒開 都不知道裡面是貨還是褲 沒有錯 所以這個彰化的詩先生 他花了五百萬 買了一間法拍工廠 原以為他就可以擁有一間 非常棒的一間工廠 結果沒有想到 等到點膠的前幾天 居然變成了廢墟 到底怎麼會這樣呢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詩先生 他是一個中小企業主 那之前他一直沒有 屬於自己的一間廠房 他都是跟別人組繭 對 那隨著他的營運規模 是越來越大 所以他就一直想說 應該還是要有 屬於自己的一間工廠 可是因為這個資金上面 又不是那麼充裕 所以他迟迟沒有跨出這一步 對 直到有一天 這個同業就建議他說 那個老師老師 其實你也不用這個 你可以再大膽一點 也就是說 你可以嘗試看看 所謂的法拍工廠 因為一般來說 法拍工廠它的行情呢 會比市價還在便宜 是三成以上 可是法拍真的 我們一直在講說 法拍你沒有嘗試過 不要隨便嘗試啊 對 所以其實 屍先生他也很聰明 他花了很多時間做功課 他也請教了 這個有相關的一些經驗的 一些專業人士 所以經過了三個多月之後呢 他就發現說 有一個物件 有一個工廠了 來囉 狀況好像滿不錯的 來囉 應該是滿符合 他的一個需求 那這個工廠呢 是在20 那他看了一下相關的一個資料 包括建物的面積有300多坪 是 土地的面積也有300多坪 算一算呢 總會有600多坪耶 而且呢 因為投標的當天 來的人數不是很多 那屍先生就非常非常順利的 只用了500萬 就把這個工廠給標下來了 那真的是標到賺到 500萬 標到600平的建案 而且我們特別強調 他不是投資客喔 他不是要這樣轉手 要賺錢的 他是自己要當工廠用的 對 沒錯 那其實他當下很高興 他也一直在開始幻想說 那我接下來工廠要怎麼處理 什麼 複製 那一心就是這個工廠的新主人 那這個工廠 他原來的主人是誰呢 是一位曾先生 那曾先生呢 他之前他是這個 從事所謂的羽絨衣的 這樣的一個買賣 那大家也知道 過去這幾年 其實台灣的冬天 真的是暖冬啦 那這個曾先生 他就是在這個 估算這些 一些相關的一些營運的時候 越賣越不好 對不對 那庫存越堆越高 所以逼不得已呢 這個工廠因此要被法拍 是 因為資金真的是周轉不領 好啦 那曾先生知道說 這個工廠呢 被施先生拍走之後呢 他就非常非常的積極 他就跑過來呢 想辦法就跟這個施先生溝通說 這樣子好不好 我還想要在東山再起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機會 你把這個工廠賣回給我 對 那讓我有機會再重新站起來嘛 不過我就剛才說了 但是施先生他又不是投資客 他自己也要開工廠啊 對啊 那施先生就跟 曾先生說 很抱歉啦 這個工廠是我自己要用的 而且我好不容易看到 我這麼喜歡的一個工廠 所以真的很抱歉 沒有辦法讓給你 等一下 我們就來看看 這個很抱歉 冷靜抱歉的背後 他要付出多慘痛的代價 不要走開 歡迎回到五期新聞王 我是徐俊相 帶你挖真相 500萬票600票的這個賤案 燕利真的是簡直是一件好事 但怎麼會變成災難呢 對 那所以當這個 曾先生要求施先生 把工廠賣回去給他的時候 那當然施先生不同意 這時候曾先生又提出一個要求 他說那你可不可以還一點點交 讓我可以處理一些 後續的相關事宜 那施先生也覺得 給一點方便吧 給一點面子 給一點方便啦 好 所以點交的時間 卻是往後移了 可是就在點交的前幾天 施先生就想說 快點交囉 那我應該去看一下 我的工廠的狀況嘛 你知道嗎 這個所謂 往後延移一點 一年就過去了 他真的給了他很多方便 他給了他很長的一個時間 那就在點交的前幾天 那這個施先生就想說 快點交囉 我來去看一下 我的工廠的一個狀況 畢竟很久沒有去嘛 你有準備要搬進去了 那也因為他對路況不熟 所以他就按照GPS的建議 就開車到現場 奇怪 我的工廠 這不是我的工廠啊 什麼意思 這怎麼是一片廢墟呢 GPS帶來的地方啊 對 所以施先生當下就想說 那這是不是GPS秀斗 有問題 可是呢 施先生當場又去 問了一下地址 對照一下 就是這裡啊 沒錯 就是這裡啊 那我的工廠呢 對 那施先生嚇到了 為什麼 因為他看到的景象真的就是 一片廢墟 情況有多糟呢 我們來一一看 包括他的地基是遭到破壞 還有呢 包括呢 他的這個工廠的前面 被挖出一條大水溝 深是高達10公尺 那更不要說其他的這個 工廠的現場呢 有好多的羽毛飛來飛去 因為羽毛衣嘛 對 那還有他的牆壁被敲了 一個大洞 一個大洞 那施先生就覺得說 奇怪 怎麼會這樣 這明明是有人惡意破壞 怎麼會這樣子 我給了你快要一年的方便 你說你要上後 你上後成這個樣子 前面本來是平坦的 你可以一路過去 挖了個大水溝 然後呢 這邊不清也就算了 你居然把裡面這個示意圖 牆壁卡卡咪咪咪咪咪 沒錯 那施先生當然很壓抑 他想說到底是誰來破壞我的工廠 對 他就去問了那附近的鄰居 那附近就說 好奇怪喔 我們終於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原來呢 曾先生前幾天花了二十幾萬 聘請了好幾個怪手司機 來針對這個工廠呢 就是做一些破壞的動作 當下施先生才知道說 原來我的工廠 居然是前屋主在搞鬼的耶 你就這麼搞工 你就還要給我見價買回去呢 你居然會花二十萬來很快 蔡先生跟我們這樣看 還沒點到之前 真的可以隨便這樣搞可以嗎 當然不行啊 其實我們今天買到法拍屋 就是說你那個保證金繳了 事後七天繳那個尾款 那法院會給我們什麼 那個權力移轉證書 這個時候就已經 房子就已經是施先生的 對 那你曾先生還把人家破壞 這個就是毀損罪 那法院就算還沒有發 那個權力移轉證書之前 有什麼 有那個封條 對 你去破壞會變成是 影響那個查封效力的罪 那只是說比較可惜的是說 為什麼他房子會被法拍 他是沒有錢的啦 所以事先如果到時候去訴訟 可能那個民事的求償官是會贏 但是拿不到錢 所以要告也是有工具的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一個 產權移轉證明